大家好我是冯小廚 今天买了一斤鸡爪跟一斤鸡翅 打算做一个非常好吃的家庭菜 首先把鸡爪鸡翅清洗干净 这些花了40块钱 朋友们觉得贵贵 洗好过后先把鸡爪的指甲去掉 然后攒成两半 然后在鸡翅上面切点花刀 等一下更好入味 鸡爪鸡翅冷水入锅 下入姜片冲结 适量的酒大火煮开 应该有很多朋友发现了 我最近上传的视频不准时 就有时候会比较晚 因为这几天我们家里面有喜事 我生起当舅妈了 我小姑生了一个儿子 昨天我女儿居然做梦 我还梦到自己包弟弟了 所以今天答应她放学过后 带她去医院看她的弟弟 包起来清洗干净 准备一块老豆腐 先对半切开 然后切成薄片 准备几颗大蒜 对半切开 生姜切碗 红葱头对半切开 如果没有这种红葱头的 用洋葱代替 锅中倒少许食用油 然后下入豆腐 小火慢煎 可以稍微放一下锅 先不要翻动它 煎至一面定型 然后翻面 煎豆腐就是不要去翻动它 让它这样定型 慢慢煎就会比较漂亮 煎至这样两面都是金黄的就可以盛出来 直接下入冰糖炒出糖色 这样起泡沫下入鸡爪鸡翅 下入蒜椒和葱葱炒香 炒香后油锅炒鸡鸡鸡鸡鸡鸡鸡 加一小少许油 适量的五香粉 两勺生葱 一点点老葱上色 一勺蚝油 一勺黄豆酱 两颗八角 香叶 一根干辣椒 在大火放小均匀 拌慢均匀过后 直接转移到冻锅中 加入半瓶啤酒 增加麦香味 加入清水 盖锅鸡爪鸡翅即可 然后盖上盖子烧开后 转中小火 先煮10分钟 大哥 大哥 嗨 猪鼻子 腿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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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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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削皮的土豆切滚刀块备用 配菜我准备的是土豆跟豆腐 其实这种是可以自己随意添加的 烧豆腐 土豆腐 然后再盖上盖子煮10分钟 最后撒上熟芝麻跟葱花点缀 就可以开吃了 水 咋子 不要来妈妈去 再给我瞬吗 嗯 嗯 叶子 水 B 拜拜 拜拜 拜拜